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可是我们读诵 疏惑了 讲言也疏惑了 没有认真 细心去 思维观察 这一段讲得很清楚 从触发心 一直到 白虐盘 这是讲的 诸佛如来 所视线的八相成道 确实难心 能心 难修 他能修啊 真正 他们发心 修行 得的功德不容易 我们随习容易 可随习所得的功德 跟它是平等的 比如 一支蜡烛 它是点燃的 放光啊 我们也是一支蜡烛 没点燃 我们借它的光点燃 点燃之后 我们的光 跟那光是一样的 我们不但不去借光 还要把它的光 给它吹灭 那就是基督 那就是障碍 不但自己不能成就 也害它不能成就 那么我们要试问 我这个比喻好懂 你把人家灯吹灭了 你确实在黑暗了 问题 能不能把它吹灭 确实善根波的人 被你一障碍 真的推进了 菩萨道难行啊 可是 真正发大悦 真正能修忍辱波罗密的 那就不一样了 你怎么障碍它 它能承受得了 这边路把它堵住不通 还有那边的路